認識超過15年以上的好朋友 一開始是我老婆說要 又是一個甲族的人 冷氣的溫度沒有辦法達到冷房的效果 對 冷氣不夠力 他換檔會這樣子這樣子也是正常的 起碼也是這樣有沒有 好啦 我們來到了第二代 這個這個 頭頭尖喔 對 葫蘆燈 我跟你講 喔 葫蘆 葫蘆燈 講頭頭尖的都是那種老車飯 有沒有 賓士頭頭尖 對 02年的 這個也是02年的 對 這個是02年開始開這款 02到07 02到06 06 賣不完07再賣起來這樣 這個當時的引擎形勢有分嗎 它一樣是就是變成 它有這個車型之後改了變成是 600cc跟700cc都有 有兩種 對 兩種 但是你其實外觀分不太出來 對 你只能看一些 都是有渦輪嘛 600 700都有渦輪 對 都是一樣是渦輪的 然後一樣是前進六檔 倒車多一檔 欸 那為什麼要出600cc大家都要買700的 欸 它應該是一個四代的交替 它變成700的以後啊 啊 我猜 我打斷一下 好 它一定是剛出新車款的時候 舊引擎再拿來用一下 然後之後新引擎出來了 然後再賣新的對不對 對 媽的 車廠都搞這套 都是這樣 有沒有 它真的 它是沿用600的引擎之後 然後先換新車殼 吸引一下舊車友 然後之後再改700引擎 沒有 應該是把還沒用完的600 先用完 對 600引擎 我700出來600這也怎麼辦 滾菜 對不對 好 不管 反正都是都有 照這樣 你講起來應該主流是700的比較居多 700的比較居多 而且700的也比較耐用 哪個部分比較耐用 引擎嗎 對 引擎的用料比較不一樣 然後它的電腦就是比較大的 我們說早期的電腦是小顆的 中央控電腦是第一 對 它現在變成大顆的 它就變成是比較好的電腦 雙層 然後重點是 它多了主動式的ESD 哦 徬環 對 600是沒有 對 600就是ABS 對 剛剛我也想到我們剛才講這個 變速箱像騎馬一樣 一代的時候 那二代的時候 有改嗎 同一品嗎 因為它變速箱的形式都一樣 對 齒比有稍微調教一些 齒比變得比較酥一些 能做生意的方式 你們如果有想要買SMART 來找藝能聊你就知道了 非常老實的不是生意人 好朋友 對 真的是好朋友 如果二代市面上的價格 市面上的價格 如果我們一樣講 就是中等中等 中上中上這樣 不是說真的非常漂亮 對 中上中上 它大概在17到23之間 一個 剛剛那個大概13、14 這個17到23 照剛剛我們第一代這樣講起來 這個在照顧上面的費用跟價格 應該跟第一代相去不大嗎 相去不大 但是它真的比較耐用 你覺得這台比較耐用 我有點聽出來它的意思了 因為它的前面的避震器是賣化成的 所以它的球頭的受力不會這麼大 所以底盤的Liacham 三角架和上頭 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這個車應該避震器比較少問題 因為避震車比較輕 會不會 還是會壞 還是會壞 因為它真的沒有辦法做得這麼舒適 是說摩托避震器也是會壞 再怎麼輕還是會壞 對 硬碰硬它球頭比較容易受傷 然後07年之後就改 這個 這個叫葫蘆燈 這個叫什麼燈 沒有名字了 沒有名字 45... 451 對不對 這個是 450 對 剛剛那個一代的是 也是450 450 對 450葫蘆燈 然後這是451 那451 跟這一代又有什麼進步 451它算是一個大改款 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跟三菱合作 它的引擎是三菱 三菱有這個引擎嗎 裝後面呢 對 就只有這台車使用 三菱就做給它用而已 就只有它用而已 對 所以它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整個引擎給三菱做了 本體都還是 整個車身本體都還是賓士製造 CT數是 999 999 1000 對 然後沒有渦輪 它變成有渦輪跟自然進氣 兩種可以選擇 那自然進氣是52k瓦 52k瓦 對 然後渦輪的是62k瓦 解釋一下齁 對 我們這種歪國人 在計算馬力 沒有在跟你說幾匹馬幾匹馬的 好不好 KW OK 千瓦小時 對 千瓦小時 會不會換算 不會換算自己Google好不好 這一代我們剛剛講是07到15 對 那這一代很久 這一代很久 然後1000cc有渦輪跟沒渦輪的版本 對 大概2011年左右 八年車 對 這個現在市面上買1.0渦輪大概會是多少錢 11年的1.0渦輪正常車來說 大概會落在30到36之間 正常版的價格 欸其實齁 你11年 你要買Swift 你要買一些Yaris Beat 也是要大概30左右 對 Beat 60幾 對 Yaris 50幾 對 然後現在沒想到 價錢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那很多人就會講 因為東西比較貴 那這一代有什麼通病 這一代其實 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玩Smart的人來說 我們真的還蠻喜歡它的 因為它的通病只有兩個 只有汽油幫浦跟風扇 這個是固定的會換 可是兩個後來都是貼車的 對 都是貼車 風扇還會有一點欲罩 卡拉卡拉的欲罩 那汽油幫浦就 嘩嘩嘩嘩 啊嘩嘩嘩嘩 啊嘩嘩 那這個真的是運氣問題 有人一年運一次 真的很倒楣 那有人五六年 甚至新車到現在也沒運 沒換過 那大概這個費用是什麼樣 大概都在一萬三四左右 工扇跟汽油幫浦都是 一萬三一萬四 對對對 正常的新的價格 對沒錯 正常新的價格 這個也沒有副廠料吧 有嗎 有副廠料 副廠料就更便宜 30萬左右 30到36萬 對對對 然後這個大概是20萬左右 左右 所以這樣觀眾朋友就可以知道 更新的我們就不講了 那就用錢換就有了 對不對 還在保固 因為我覺得 比較會有問題的 就是在於 我跟你講人就這樣 我們坐二手車行業做那麼久 我就是沒那麼多錢 我只有十幾萬 二十幾萬 三十幾萬 那我又很喜歡這個車 喜歡這個車子 對不對 對我怕買回來 對 不知道又要傳多少錢來照顧他 對 那我先 因為我們藝人 是這個 打一下廣告 俱樂部打一下廣告 喔對 我們是小雞頭家族 對他為什麼叫小雞頭 不是那麼好聽 但是 因為SMART的LOGO 就像一隻公 小雞頭蠻好聽的 真的嗎 對啊 我們有時候出去辦活動 然後那個飯店就會幫我們寫小雞頭家族 很好啊 很棒啊 旁邊其他團的都這樣子 你像我就很困擾啊 大家看到我都叫大GG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我寧願叫小雞頭比較可愛 真的嗎 這一定好困擾啊 哈哈 因為他們家族都會一起出去聚會一起出去玩 其實也蠻溫馨的啦 其實真的是一個家族 我想請義呢 我們剛剛看了像 一二三四五零 一代二代四五一 那以這三代來講 你個人有沒有覺得說 買哪一代的CP值比較高一點 其實我這個問題有兩個檔案 你如果喜歡玩Smart 你要買700的 玩是指的是說 它的樂趣最多 開還有改嗎 開跟改跟維修 OK 樂趣比較多 聽起來不是很好 但是你如果是喜歡它可愛方便 跟省油省碎 但是你不喜歡維修這一款 你就要挑一千的 因為一千的妥善率真的很好 會不會是因為它還不夠老 不會 這它都已經老到挺慘了 07到現在 07其實也12年了 對 所以它其實我覺得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說 它的車殼不會破 表演一下 不要啦 不要開玩笑啦 真的嗎 開玩笑 來來來來 真的不會破 不會破 不會破 來來來來 這個有沒有 飲料來了有沒有 這個介紹一下 老闆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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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煎包有沒有 沒有漏氣的 直接就處理下去了 好不好 我們就是邊吃水煎包邊訪問的啦 很隨性的 沒什麼好講的 對 這就是我們新竹人的熱情 對 不是問題是 你剛剛這樣弄 可是它老了不會 這個也會硬化嗎 可是它已經是最老的 它這台是2007的 第一代的 對 所以它都還有這種彈性 所以其實是材質不一樣 這個是AVS的 這個應該是PP或PU的 但我沒有很注意 但是它沒有這個狀況 那你真的不小心受到大的撞擊 它跑進去了 你可以弄熱水 你試過了嗎 我試過 熱水 熱風箱吹出來 大概煮個六鍋左右 應該是有機會 對 這個就沒機會 這個啪就 破了就破了 破了就破了 就散了 你要撿碎片 不用撿了吧 就直接買新的啦 7000是嗎 很多車友也是撿回來這幾年耶 快乾喔 AVS焊條 然後配電弱 就跟我修兵力的保險桿一樣 用修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會講 我是這樣認真的覺得 雖然我們講CP值 這個是最高 對 它這個可能套件最多 空間最多 玩樂的空間最大 可是我覺得 藝人跟我一樣 我相信他會認同我的看法 就是我們不會去講說 你買這個車回來 跟亞綠子一樣 跟扣扣子一樣 跟扣扣子一樣 好照顧 其實對我們來講 這個車也是車 對 我覺得常常 影片下面會有很多人在留言 啊 回來修屎啊 好貴喔 修理到脫褲子 找不到人修啊 我跟你講 找不到人修你找啊 對不對 簡單 我們自己還付這個保修場 啊要付選是真的 哈哈哈哈 其實應該有很多車友 車不是跟你買 可是還是會來 讓你這邊 保養維修諮詢嘛 對 因為我們真的很喜歡這個車子 但我們也希望幫 甚至不是跟我買的 我們也希望它問題能夠處理 對啊 所以我們都會提供很多的意見 或者是提供它維修的方向 對啊 所以其實藝能的 為什麼今天小師拍了影片拍那麼久 從來沒有訪問過一家車行 如果說 這個人啊 沒有辦法讓我們的理念是可以認同的狀況 我們不能隨便來背書的 小師是很認真跟大家講的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如果對Smart的這種小車有興趣 你可以上網去查詢一下 小基頭家族 對不對 上網研究一下 有問題問藝能 我相信他跟小師一樣 都會很樂意幫大家解答 我們知道的一定都會到處 藝能在幫我移車 他說要陪我去試車 我說不行 因為他如果跟我去試 我就不能講壞話了 好不好 我等一下我自己去試 如果我跟你講 開起來難開 爛車 爛車就是爛車 我們沒有在業配 好不好 等一下去試車 好 旁邊一個按鈕按下去變Auto 有沒有 我原本喔 這樣打過來 這邊是跳A 再按一下變E 變手支牌 好 那我們走啦 欸 都退路耶 好走啦 GO 故意把藝能支開 讓我才能說這車壞話 對不對 就退路 怎麼沒有這個叫做 抖坡起步 吹路了啦 聽說這個是沒有 動力方向板 剛剛齁 一檔換二檔 稍微的感覺到他有思考一下人真 欸 又在思考人真 其實小事很久以前就開過Smart 真的 我們今天請藝能幫我們安排這台 是2007年的1000cc渦輪版本的系統 也就是他剛剛說應該說三十幾萬那個吧 然後引擎感覺到就在後面 可是我覺得買這個車 你可能必須要一個認知 就是 你可能是在開一個比摩托車更好的東西 更安全 有冷氣 不用穿雨衣 不用戴安全帽 你如果朝這個方向下去想 這個車很棒 對啊 你如果要跟移動的行攻比的話 那這當然不是 這個只是 宿舍而已 底部基本上反應蠻快 可是一檔換二檔 順電一秒 二檔換三檔順電一秒 真的就是會順電 這不能好小的 彈跳過坑洞 以他這個體型來講 過坑洞的彈跳 我覺得不意外 對啊 這車那麼輕 他不跳 以台灣這種 三到五秒 就要遇到一個勾蓋的這種路況 可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彈跳的這個Q的感覺 不至於讓你覺得不適 然後我現在走的這個是新豐這邊的省道 速度也不算慢 這個大概60公里 70公里左右 我覺得這個車在 我現在目前行駛到的這個 時速來講的話 所有的加速的反應 我覺得很好 其實你換一個角度來想 現在很多的SWIFT 巴比亞 甚至連Golf 也都做1000cc了 所以1.07 以現在的這個科技來講 這是2007年的東西 但是你現在的科技來講的話 1000cc加渦輪很正常 所以呢 你1.0T加在這個小小的車子上面 夠幅都有辦法開了 這個車這麼輕 我覺得1.0T一定夠用 這個車一定很會跑 等一下車少一點有機會 我們來加一下油門 那他這個煞車喔 踩起來感覺有點硬 硬 真的是硬 硬硬 它這個煞車踩起來讓我的感覺 跟國產車踩起來會有一點點這個 煞車踩起來應該是有點軟軟QQ的 那這個煞車的整個回饋跟踏板的感覺 我踩起來我感覺有一點像是 你換的很硬的煞車皮那種感覺 那它這個車子的煞車踩起來 原本的這個腳感就比較堅硬一點 那這個車大多有9x9都是沒有動力方向盤 但是依我剛剛所有的轉彎啊 或我從這個 它店裡面開出來的感覺 沒有動力方向盤 卻不會讓你覺得 像以前我們小時候的 那種沒有動力方向盤一樣 哇一直砰一直砰 砰到整個煞車好不好 大力漢小力漢 大力漢 大力漢小力漢 那種感覺喔 因為可能因為車子小 打起來反而是讓你覺得是一種 很有操控感 有路感的感覺 而不是因為它沒有動力方向盤 讓你覺得很困擾 打這個方向盤很累 並不會對你的行駛操控上造成困擾 我們原本會以為女孩子開這個車會很容易上手 我也賣過幾台這個車子 依我的經驗來看 其實這台車對女孩子來講 並不會特別容易上手 第一個我剛剛講沒有動力方向盤問題 對男生來講開起來雖然覺得路感很明確很爽 但對女生來講是一種負擔 手無伏肌之力 手無伏肌之爛 那種女孩子可能就會覺得辛苦 第二個是變速箱 它這個變速箱 除了說我們遇到斜坡的時候 它真的會稍微當你在放開煞車準備材油門的時候 如果你遇到斜坡你是會稍微滑動 那你如果是以前只開過國產車的女孩子 他可能對這個就會覺得很害怕 這個會有壓力啊 因為你害怕撞到後面的車子 那再來一個就是變速箱的換檔形式 它變速箱的換檔 它在換檔的時候 它會思考一下人生 我接下來是不是該換檔 好 它就換了 所以這個遲滯 會讓女孩子開起來 並沒有那麼的有信心 除了動力方向盤是利器的問題以外 變速箱的問題 我倒覺得是一個習慣性的問題 假設認識的也有很多的女孩子是開Smart 而且很喜歡這個車子 那當然車子的大小 更不用講 是非常容易上走的一個大小 基本上就是應驗的 逃軌新的軌 對 歐洲拜兩台的軌 我就可以軌 摩摩車兩台過得去的 我們就沒有問題 然後你看到那個路邊的停車格 只要有三個機車的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你的位置 你就是進得去 別人就是進不去 現在稍微做一個比較急煞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起步加速很凝利 有沒有一檔換檔 小幫手有沒有 頓電 二檔換三檔頓 頓電 所以開這個車 不要說你自己 連坐在旁邊的人都知道 你現在開到幾檔 因為你換檔的時候 隔壁都感受得出來 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風切身加 因為我們今天開這個玻璃頂的 這邊上面的這個 因為新竹風也大 所以我現在目前聽到的是 風切身其實蠻大聲的 可以聽到這邊的風切身 以安全感這一點來講 我覺得也其實還不錯 就是你不會覺得你在開一台 是塑膠殼的車那種感覺 我們從外面看 SMA的很可愛都塑膠的感覺有沒有 那我們猜想開起來可能很輕啊 可能這個很沒有安全感很空洞啊 告訴你不會 這個底盤的回饋 我覺得歐洲人做的車 真的是蠻厲害的 他雖然做一台很小台的車 因為以前開過類似 MATIS 還是一些其他廠牌的小台的國產車 I-10 現代I-10有沒有 那種稍微輕的小台的車 都讓你感覺說 鋼板很薄啊 開起來空空洞洞 底盤也是 輪胎很小啊 起雞褲褲啊 全部都鑽聲有沒有 可是這個車 你撇開這個 它的吸液素大小 我如果現在眼睛閉起來 不行閉字 我在開車齁 眼睛閉起來讓你乘坐在上面 你不認為你坐在一台 這麼小台的車裡面 應該是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它對於隔音 底盤的設計 回饋的表現 做得蠻不錯的 我常常教消費者 你怎麼去測試一台車的底盤 跟隔音好不好 就是我們剛剛一路啊 其實我們的時速都大概維持在70 但是實際上 我們坐在車內的感受 不看時速表 我們覺得才5、60 我們再考驗一台車底盤做得好不好 所謂底盤做得好不好 當然除了操控以外還有回饋 有些車底盤很單薄 那回饋的力道聲響很大 地面的照應很大 你才開30而已 坐在裡面的人覺得你開50 但是做得好的車就是 它時速是100 那你坐在裡面的人感受 你以為現在是70公里 那我覺得Smart這個車 就讓我有一點點這種感覺 它不讓我覺得開一台很空洞的車 我去一下齁 對啊其實基本上到80 蠻涼的 不過這個煞車 真的踩起來 要習慣一下 因為真的硬 如果是在國產車 踩到煞車這個狀況 我會以為它壞掉 有沒有 新竹也是有三寶 我有左轉燈 它擋在我前面 不要人家是很辛苦要去上工 你看它後面有樓梯 對不對 有電線 這個偉大的勞工朋友 我們抵量它一下 好不好 可能以為你過去 哦 對 我這樣感覺我應該是過得去 好 試一下直線加速 哎呀 思考一下人生 哎呀 又思考了又思考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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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思考再思考 哎呀 你想通了沒啊 想通了要快換檔啊 這真的換檔有感 聽說這一代應該算是451嘛 2007到2015的1.0T的這一批 他已經比前兩代還要快了 他已經算快還這樣 我真的無法想像第一代要想多久 他前一代是六速的 他這應該算自首牌 新的這一代07到15的 他就改成五速的自首牌 他當初這個已經是三寶重工做給他的 就是為了要搭載在Smart上面 所以材料的零件的費用 會比前兩代來的便宜一點 他那個有一個叫好像4.4吧 好像底盤還跟Copeus是接近的 所以我覺得也蠻有趣的啦 但我覺得很奇怪 本來六速的東西會搞成五速 我在猜想可能是為了配合30 研發的這一顆1.0的引擎 999CC的 所以呢它搭配這個五速 今天聽藝能的意思是 可能這一代問題是最少的 我今天偷偷 因為藝能這個是一個好好先生 所以呢你問他很多比較尖銳的問題 我怕他回答的不夠直接 所以我從他的言語當中聽出來 我覺得他是覺得07到15這一款 應該是比較值得入手 他說你如果對於這個玩車比較有樂趣的 你要買第二代 我聽起來好像第二代問題比較多的感覺 這種車其實蠻吸睛的 其實開這種車在路上 但是我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 180公分開台這個車下車 對不對 不符合我的那個 我自己的image 我的style 應該是那種FBI那種有沒有 大台的那種有沒有 凱迪拉克的那種 對凱迪拉克的那種 對不對 大車 AMG我開大的 可是因為可能我覺得 因為這個車是從藝能那邊出來 所以我不太擔心車況的問題 我可以很專心很好的知 要不然以前我們在這個行業 通常同業啊同事啊 只要有收到這種車回來 沒有人敢開 你想這也很好玩 一個二手車廂收一台車回來 他自己都不敢開了 他要賣給你喔 你不覺得很生氣 那我以前在這個行業 我就常常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真的 為什麼會敢賣 為什麼會敢賣 我怎麼知道 他媽的不怕死就敢賣了 這年代要賺錢就是不怕死 你講得出政府宇宙這種話嗎 我是講不出來 這一段我會剪掉 我不會幫你剪 不行 這太 我會被攻擊 不要攻擊我 王軍 王軍不要攻擊我 我不要洗版 拜託要洗版要訂閱好不好 等一下我被五毛攻擊怎麼辦 那五毛會不會訂閱我 你看五毛 人那麼多 只要來一些訂閱 我就欸 我就變老高了 我跟你講 我是困了老高 今天咱們來講一下 很久沒有給大家上次 我的個空 剛剛旁邊有一台奧克維洋 就是Skoda的旅行車 很快速這樣刷過去 我坦白說 我沒有那個晃動感 今天我們如果開的是 其實那種稍微提醒 比較小的國產車 只要有一台 車子比較快速從你旁邊刷過去 其實你會感覺到 車真的晃動 但這車我講真的 真的蠻穩的 它的內裝的這個 所有的東西 並不會給你有那種過坑洞 有洗洗素素啊 塑膠摩擦的聲音啊 真的沒有 然後我記得最早的Smart 它這個全景天窗 是沒有這個網子 它是整個透明 夏天熱死 熱死 整天哭汗 不錯啊 我覺得這個車 我們也快到了 我給這個車 我稍微下一個 我目前這樣開起來 整個開起來的結論 但我覺得這台車的車況很好啦 以這一台來講 所有整個底盤引擎 變速箱的整個 我開起來的狀況 我覺得它這台車況是不錯的 但是無所謂 我們針對這個車來講 我就假設它這個車的車況 已經是它Smart原本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一台 如果說你的用車的頻率 那你要考慮到 你用車的使用的習性啊 底層啊 一貫啊 家裡的人口數啊 各方面的考量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當成家中的第二台車 或者是說 你只是很單純 像剛剛那位車友一樣 它的人生就是一個人兩個人 大部分的時間 的這個狀況之下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買的一個車子啊 那我覺得很多車子喔 小吃拍很多影片 跟大家講很多冷門的車 大家也知道熱門的車我不愛講 那冷門的車 首要的老話一句 找到一個懂得維修的人 他要賺錢沒有錯啦 我相信每個人 他研究這個車 他對這個車專研 他都需要一點點的利潤支持 小吃也要利潤支持啊 你沒有訂閱 沒有幫我分享影片 我沒有盈利 甚至我做生意 我沒有賺錢 我要做好事 也要養了我自己啊 我覺得 你如果找對人修的前提之下 這個車 我覺得蠻值得一試的 尤其是又 如果又像小吃這種 不喜歡跟別人一樣 其實我這個人就是媽 反腐 你知道嗎 不是 我不是在說那個 我沒有要蹭人家的那個 我是說 我們這個人要跪滾 我們就不喜歡跟人家一樣 我們就喜歡特別 Special 我跟你講 Special裡面有一個成員 跟我買過的車 Special你知不知道 你真的知道 老屁股知道Special 終極學員 有沒有 如果你是一個生活玩家 喜歡體驗不一樣的生活 享受不一樣的樂趣感受 我相信這個車可以為你的生活帶來不少色彩 從以前 小吃因為對車有興趣 看過很多的這個汽車色 那很多那個商人在裡面蹭 那當然賺錢不是不對 我意思是說如果你只是很單純的 以車會有 我跟你講現在社會很可憐 我常常講喔 賺不到錢你要賺到快樂 錢夠用夠生活就好 生活要過得快樂 所以要幫我分享好不好 不快樂我就不拍了 那今天這個Smart的專輯 就要做到這邊了 喜歡小吃的影片 要記得多多幫小吃 訂閱還有分享影片 介紹給你的所有好朋友們 那支持小吃 來做更多更好玩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掰掰 大概五年 當初一開始只是想說 給老婆帶不用 只是買了之後 可能 老婆還是沒有那麼容易上去 因為可能跟日系車比 還是有一點點落差 我買來到現在已經跑了 我接手大概四萬五千塊 差不多七萬 比較會甘心他的痛病 你說抱怨倒是比較沒有 因為每台車都會所謂他的痛病 可是我接手到現在 還沒有遇到 因為你說便利的就是 你當然開出去好聽 或是你在街上買東西 有時候就是插那一天縫隙 你房車進不去 其實一開始不會覺得沒安全感 可是後面反而覺得還好 目前是不會 對待小朋友的話 跟小朋友很好 依我對這個車的了解 這個車主的了解 就算小朋友再大一點 你車會留著你會再買一台 對 就是如果在這位 對不對 對不對 目前我有壞過一個冷氣門 冷氣開關 我都好像花了三四千左右 今天希望我們阿虹的資訊 對所有的觀眾有一點幫助 那我們謝謝他 感恩 謝謝 被我抓到車友有沒有 走啊 我都沒有了 不應該要不要 我也是 你太好了 我也是 你怎麼做 我也是 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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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 你怎麼做 你覺得專精一個車款跟一般以前在賣一些什麼大雜惠什麼都賣的那個狀況之下 對 這樣感覺起來你這應該比較好賺 我說實在話 就是因為我們家都是做代步車 就像你講大雜惠 代步車居多 但後來發現其實這個車子真的好像都有 車室好像都有遇到一些瓶頸 開始只玩我喜歡的東西以後 好像還可以讓我養家福口 那我可以邊玩 然後邊有興趣 維持呼吸 維持生活這樣 然後我每天都很開心 每天摸這些 其實藝人蠻省的啦 其實藝人不是那種很會花錢的人 我知道 我認識他太久了 大部分就是早上洗啊 魚刺漱漱口啊 下午茶來吃烤全豬啊 對不對 對 這平凡無奇且枯燥這樣 對呀 這是夢想 其實我換我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專精於一個車款 很多人會覺得說 其實應該很好賺 其實對我來講 雖然我不是專精於一個車款 依我的出發點來看 我這個在業界的老屁股看來 我覺得反而專精於一個車款是最難做的 可以這麼說 因為所有的客戶都是你的家人 朋友的時候 對 你敢賺那多嗎 對 有時候難就是難在這邊 他回來說 欸藝人我這邊稍微怎樣幫我弄一下 你會跟他收300 500 對 而且當所有的買家跟賣家都是圈內人的時候 你一台賣人家貴 馬上就傳開了 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專精最難做 而且為什麼我會有同感 我也一樣啊 我的客人來 我都跟大家自己朋友一樣 我是能對他多狠 他回來弄一個東西 換個雨刷 我要跟他收300 500 沒意思啊 不過我覺得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可以篩選掉很多跟我們不合的客人 好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大家會來找我們的有沒有 就是知道合理的利潤 他會給你 那他希望的就是售後的服務 就是說我的車出問題的時候 小師 我的車子就是交給你 這個就是更新的 這個跟我的概念很像啊 很簡單嘛 現在不是說保險經理人 你有任何汽車保險啊 什麼受險什麼的問題 你都找這個朋友 對 有什麼保險 什麼出險啊 我都不知道 我要拿什麼單子才可以請款啊 他會告訴你 那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車嘛 不管是Smart 還是你跟小師買來車 你有什麼問題 你就回來問我們 你都不懂 沒關係 因為你知道我也不會胡你 對 車子的部分你就不用擔心了 我們常常在幫人家處理一些 這些車禍啊 糾紛啊 收購啊 都是我們這邊賣出去的車 啊 我現在要跟他告了要怎麼弄 我先把你出報價單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們要去交客人啊 本來就是啊 一定遇得到啊 一定會 尤其像我們這種做法喔 對 更容易遇得到 因為每個人都是朋友 啊你朋友回來 兄你幫忙 你會 你有可能不幫他嗎 不可能 不好意思 我沒用喔 打官司給你處理這樣 不會不會 我只負責賣你車 打官司沒我的事這樣 所以你會監測到很多 就是其實一般車行遇不到的狀況 客人都把我們當作家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自己也很開心 蓄水長流 對對對 我們都不要求賺多 但至少做生意的這個過程是舒服的 然後每個客人都是朋友 他還會再幫我們接到的朋友來給我們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你說的啦 蓄水長流 我們希望做一輩子 那你這樣子齁 你說你希望做一輩子 你覺得就是這樣維持現況 你有沒有什麼 對這個行業啊 或對你這個Smart的車子啊 齁 或有什麼願景 你希望以後能做到這家民 我當然就是 建立一棟三層樓的廠房啊 咖啡廳精品店啊 有沒有類似這種願景 我倒不敢這麼想 疑似漱口又來了 好平衡滿胖 所以我就切出來了 沒有那個冰櫃裡面有溫度控制的 紅酒白酒好不好 到地窖裡面 開合幾年的 我真的不太敢想說有什麼樣的願景 但是我希望把自己的 就是對於Smart這方面的技術 能夠更充實一些 然後把這個車子 不要讓車友都覺得自己是孤兒 我覺得希望是這樣 然後能夠幫多少忙 我們盡量幫 但是在幫的過程中 我們自己是滿足的 找到問題我們自己是開心的 我覺得 這個是我比較希望的 但你說之後什麼願景 讓我不太敢想 其實我覺得這樣 你講的沒有錯 很多事情我也是一樣 你第一次遇到不懂 你懂了以後再來找你的就賺到 對 花錢都我們在花 我們都當白老子 碰你碰你碰 交我你交 對 但是我們把它處理好之後 我們自己會覺得 我們很滿足很得意 當然所有的部分 他會覺得就是說 我問題處理好 別人沒辦法處理的 你給我幫我處理好 而且花費又是我能接受的範圍 那我覺得這是皆大歡喜 那 好 最後 我們現在小汽頭家族有多少成員 因為我們後來有改版 原本是論壇式 後來改到臉書 對 臉書 那如果說我們想算起來 應該保守個 兩千多個人朋友 哇 這麼多人喔 保千多人 但是 每一次的聚會大概都會有多少人 聚會就不一定 有時候 多的時候 對 多的時候可能擺台台 最多的時候 擺台台 有時候兩台也在聚 對 有時候一個人顧廟 也是也有 一台 不是 我跟他藝能店裡面 每天都在聚 我這還OK 他自己跟自己聚 我每天自己聚 好 跟我們這個小汽頭家族 講幾句話吧 最後 真的嗎 對 講幾句話 可以講 我們小汽頭家族的每一個人 都像家人一樣 我們最棒的一個 我們最棒的一個關係 就是 我們的俱樂部裡面沒有商業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值得讚賞的一個 沒有商業是怎樣 來你這邊保養 你都拿一個箱子 叫他們自己投 不是 就是我們裡面沒有談交易 對啦 就是玩樂而已 小汽頭就是瘋狂 就是玩樂 但我們希望能夠瘋一輩子 就要玩樂 在玩樂中 就是玩樂 也不是玩樂 你答 лож 你開玩樂 再玩樂 就要玩樂 那是用來抱賞 不破壞 可樂 你不破壞 那是用來抱歇 就要玩樂 就要玩樂 一不破壞 也不是玩樂 appelez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